15号请上台 大家好 我是编号15号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故事是 渔夫的酬劳 很久以前有个国王很喜欢吃鲜鱼 他每天都要吃鱼 餐桌上如果没有鱼 他就食不下夜 有一次暴风又来了 渔夫们都待在家里不敢出海捕鱼 因此国王一直没有新鲜的鱼可吃 最后国王发出一份通告 谁能呈现新鱼给国王 就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酬劳 过了三天天气逐渐好转 终于有个渔夫带了一条大鱼 来到国王面前 陛下这条鱼是我刚刚扑到的 现在给您送来了 国王喜出望外 真是谢谢你 告诉我你要什么奖赏 渔夫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提出一个出人意表的要求 请便打我三十遍吧 国王一脸疑惑 你带了一条大鱼来给我 我怎么能这样对你呢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么反常的要求 然后渔夫一叫坚持鞭打三十遍 国王普遇无奈 只好答应他的要求 就在顺着被鞭打渔夫的时候 渔夫说你叫起来 陛下请等等请等等 在我挨打之前 你把关外他们的手会叫进来 因为我只能爱十五遍 另外的十五遍是他的 国王更惊奇地问 为什么 他说陛下 刚才我带鱼来的时候 把手卫拦着我 要我把酬劳分一半给他 否则 就不让我把鱼带进来 为了让陛下能够吃到这条鱼 我 我不得不答应他呀 国王听了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你真是聪明有勇敢啊 接着又说 他的手卫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就他所求 带他苏边吧 之后国王便将这个手卫赶出皇宫 至于聪明的渔夫 他得到了国王墙上的一大笔球金 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困难与挫折 但如果能够积极面对 并冷静地运用智慧解决问题 相信所有难题都会迎热而解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时间三分零九秒 一本来 一个字幕内向上 直接按 下单 下单 再olic